这是一部非常爆火的系统升级漫画 故事讲述了人类组队攻略深渊副本 最强魔王阿德萨来 人类玩家利用副本的机制 趁机偷袭魔王将其重伤 最终魔王只能选择自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十年后魔王的灵魂夺舍了一名少年玩家 借此利用这幅身躯开启了开挂成神之路 在未来的某一天 人类与游戏世界的传送门被打开 地球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魔物入侵人类世界 然而有一部分的人身体发生了一波 在系统的帮助下人们觉醒成了玩家 获得了与魔物抗衡的力量 凭借着系统赐予的力量 人类开始贪婪的掠夺副本的资源 与此同时深渊级的副本也出现了 凌驾于所有生物的魔物不朽魔王 阿德萨来降临 因此人们为了讨伐魔王攻略深渊级副本 玩家留意组建了一支顶级讨伐队 准备将阿德萨来魔王一举歼灭 由此世界史无前例的人魔大战拉开蓄灭 然而人类并不是魔王的对手 几番交战下来 人类玩家几乎纷纷领的合范 一群喳喳真是不堪一击 还妄想试图击败我 话音未落 几道能量拨起来 直接秒杀掉了几只魔物 又来一个送死的家伙 只见玩家留意飘在空中说道 不愧是深渊副本的boss 普通玩家完全不是你的对手 准备好面对正义的制裁吧 阿德萨来 去尼玛的正义 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路 随即魔王持剑朝着留意劈曲 没想到居然是个战武渣 紧接着魔王持剑准备送走天使玩家 突然这时身后一个声音传来 阿德萨来赶快束手就擒吧 你难道不管自己族人的死活了吗 再不住手我就杀光他们 就在魔王分神之际 倒地的刘逸趁机偷袭 一击刺中了魔王的心脏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正义吗 拿我的家人威胁我 我们只是合理利用副本的机制 一群虚伪卑鄙的渣渣 你们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笑话 就算是死也要拉上你电背 紧接着魔王抓住留意直接自保 只见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直冲营销 烟雾消散过后 深渊boss的讨伐站最终以阿德萨来的死亡攻略成功 似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但是阿德萨来大魔王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是魔王阿德萨来 开局就被人类高级玩家偷袭重伤 无奈只能选择自告结束生命 十年后我修复好灵魂夺舍了一名人类玩家 因此开启了我的逆天复仇之路 时间来到十年后 深渊疾副本魔王的埋谷之地 只见一群普通玩家正在攻略副本 这是一根巨大的木头袭来 直接当场送走了一位小嘎嘎玩家 大家小心是缝合怪 快点拉开距离 紧接着缝合怪手持棒球棍像打地鼠一样 一棒子接着一棒子的送走玩家 狂发女子见状心想 这才刚进副本就嘎了这么多人 看来只能用那个办法 随即命令一旁的几个菜脑棒 你们几个快去给我把怪引开 什么情况 我们只是来负责采集素材的 像我们这种低级玩家根本没有战斗经验 少废话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快点给老子上 混蛋这分明就是想拿我们当用 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先照着做吧 精英怪物的击杀奖励非常丰富 牺牲这群垃圾能将我们的精锐玩家损失降到最低 最后我再补个刀还能分到大部分经验 想想都觉得美滋滋 这时少年看着眼前的怪物心想 为了小小我必须活着回去 缝合怪 我记得魔物图鉴中有它的介绍 虽然血量和防御很高 但只要攻击它的缝合处就能轻而易举的将其击杀 紧接着少年持刀冲过去想要独自击杀缝合怪 然而下一秒 少年直接被袭来的一箭射中 这臭小子真是碍事 居然敢挡住我的视角赶紧去领盒饭吗 倒地的少年此时还在奋力的挣扎 我不能就这样领了盒饭 小小他还在等着我 我想要活下去 紧接着缝合怪直接蓄力一棒子砸向了少年 只见这时少年尸体上方飘着一缕残魂 下一秒直接钻进了少年的身体 我的心脏再次跳动了起来 我擦这小子居然扛住了缝合怪的一技 没想到修复灵魂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居然还重生到了地球玩家的身体 这家伙的身体机能真是弱得可以啊 不过作为我的容器先凑合着用吧 就在这时 缝合怪突然持棒球棍朝着魔王袭来 只见魔王持刀轻轻一挥直接将其秒杀 系统通知击倒精英缝合怪获得2000点经验值 等级提升至5级 小喳喳还敢攻击我 就这么着急送经验吗 我擦居然秒杀了 怎么可能 这家伙不就是个三级的菜鸟吗 那可是等级十级的精英怪啊 他这是开挂了吗 此时坏女人见状心想 应该是之前我们把怪物的血量消耗掉了 然后被这小子抢走了最后的火 真是可恶啊 魔王看着眼前的系统见面心想 这就是人类玩家的系统吗 真是不枉费我十年的时间修复灵魂 这时见面突然提示 检测到BOSS身份可解锁专属特权 专属特权这又是什么东西 管他那么多先解锁事事 你们这群渣渣洗干净脖子等着吧 本魔王重生归来 重生后的魔王跟随着队伍继续攻略副本 虽然拥有了玩家的系统 并且还解锁了BOSS面板 但并没有什么鸟用 反而还带来负面的效果 如今我击杀的怪物居然无法获得经验 也就是我现在的等级暂时停留在5级 不过击杀魔物由经验值换成了征服点 而征服点可以帮我解锁更多的权限技能 现在唯一解锁的能力是征服者之眼 可以看到玩家的等级和职业 看来目前只能不断的猎杀怪物获得征服点 原本的计划是将这些玩家全部送去领盒饭 不过与我目前的实力还是比较困难 尤其是那个领头的坏女人 她拥有碾压我的等级 并且从一开始对我就充满了疑义 而且还是害死这副身体的人 所以目前我得隐藏实力做个舔狗 队长这是魔力药水 还请您笑呢 坏女人接过药水心想 这小编三居然没被一箭射死 难道隐藏了实力 算了要打boss了 先留这小子一命说不定还有利用价值 随即远处出现了一道蓝色火焰 魔王见状邪魅一笑道 原来这个副本的领主是那个家伙啊 紧接着蓝色火焰变得越来越大 只见一只巨型的大龙缓缓走出 海谷魔龙等级二十级 大家阵型不要乱 这个boss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可以祭拜 打个屁啊 要送死你们自己去 老子才不傻了溜溜球 你个小编三给我等他 等我收拾完boss下一个就是你 这时海谷魔龙一口八二年的老坛朝着众人喷雀 玩家们见状有秩序的抵御攻击 紧接着魔法师们释放火球术朝着魔龙射去 看样子应该要转换形态了 差不多该我出场了 冲啊快斩杀这只魔龙 它的核心已经完全暴露出来 然而几个小嘎嘎刚靠近海谷魔龙 就被紫色的火焰烧了个外焦灵 近战不行我们就远程攻击 只见玩家们纷纷朝着魔龙释放技能 我猜什么情况 这boss难道对远程伤害有免疫吗 就在这时魔王直接冲向了对方 白痴 这家伙是跑来送死的吗 等着被烧成灰烬吧 然而当魔王靠近魔龙时却毫发无损 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家伙能够安然无恙 一群白痴虽然海谷魔龙的第二阶段 整个核心会暴露出来 但那只是一个诱饵 从一开始魔龙喷出的火焰 就附带着一种火焰属性 等到了第二阶段时 玩家身上的火焰属性 已经被叠加到一定程度 那么魔龙随时都可以引爆玩家身上的火焰 只要在第一阶段远离这家伙的攻击 到了第二阶段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斩杀他 紧接着魔王一击命中海谷魔龙的核心 随即魔龙便直接领盒饭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猎杀过几只 没想到这种低级魔物现在也能当爆发了 系统提示 获得100征服点 可以解锁新的权限 副本绑定 玩家是否绑定当前副本 我叫阿德萨莱 是地下城深渊副本的大魔王 如今夺射一名少年玩家重生 十年前人类玩家屠杀我们获得经验值 现在我开启了BOSS特权系统 击杀人类玩家我可以获得经验值 好家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将利用这个身躯开启我的复仇之路 渣渣们等着吧 我阿德萨莱又回来了 只见魔王毫不犹豫地确认绑定 没想到绑定后居然还有这么多隐藏技能 真是太好了 突然这时几道魔法技能朝着魔王袭来 这下看你不死 敢和我逗你还是太嫩了 现在BOSS已经死了 按照计划该解锁隐藏副本了 赶快动手吧 紧接着坏女人的手下开始猎杀其他普通玩家 将他们全部献祭准备开启隐藏副本 我必须完成那个大人安排的任务 不然自己的结局也好不到哪去 都已经献祭了这么多玩家了 隐藏副本怎么还没打开 难道是祭品不够的原因吗 突然这时魔王持刀急速地冲向几人 直接将几个小嘎嘎送去领了盒饭 系统通知 击杀玩家获得800经验 原来如此难怪击杀怪物不爆经验了 身为BOSS的我当然只能击杀玩家获取经验 这是坏女人开启技能洞察 获取魔王职业和等级 什么情况 只有5级的普通战士 看来他只是一个技术比较好的玩家而已 大家不用怕给我一起上解决这个菜鸟 这是一个小嘎嘎手持斧子气势汹汹的冲向魔王 然而魔王微微抬手一指 只见手上一股电流直接射向对方 糟糕居然是雷鼠性的法术攻击 身体被麻痹了动不了 紧接着魔王持刀砍伤了小嘎嘎 可恶明明只是个战士居然还会法术攻击 难道他的真实职业是个法师 随即小嘎嘎手持斧子劈向魔王 然而魔王单手轻松地跌下了这波攻击 可恶 怎么可能 他只是一个法师竟然可以单手接住我的全力一击 下一秒 魔王直接一刀送走了小嘎嘎 系统提示 击杀玩家获得1000经验值 众人健壮纷纷惊讶不已 这家伙怎么会这么巧 居然可以轻松斩杀十级的战士 尽情地感受恐惧和绝望 这个坏女人简直心狠手辣 为了达到目的居然随意击杀普通玩家 最后被魔王召唤的副本棒直接烧成了灰井 大家一起上 只要我们配合默契一定可以击杀他 绑定了副本后的王 获得了副本所带来的大量被动技能加持 而且还可以花费征服点来学习副本类怪物的技能 之前绑定副本消耗了我200点 解锁雷霆咒后消耗了50点 目前还剩下50点的征服数值 仅凭这些还是很难击败他们 就在这时魔王看到界面上的一个怪物召唤技能 周琴给我去死吧 只见坏女人一击火球术砸中魔王的手臂 废你一只手臂我看你拿什么跟我走 你想多了接下来我根本不需要什么 就在这时一击紫色的火球术秒杀了一个小嘎嘎 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法术攻击 这副本难道还有别人吗 等等 这些法术攻击怎么那么熟悉 快看前方 只见骷髅法师带着一群僵尸怪缓缓走 这些不是刚对我们击杀掉的副本怪物吗 怎么又复活了 突然这时后方的缝合怪也突然出现 紧接着小嘎嘎们一个个被送去领了盒饭 看着这些怪物配合的这么默契 难道是有人在操作他们 只见所有的怪物都朝着魔王身后集合 他为什么可以操作这些副本怪物 没想到我还可以召唤副本的怪物吧 不过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有点长 而且只能在所绑定的副本内召唤 可恶这个垃圾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变态的能力 随即坏女人掏出一个金色纸笛 这件史诗级道具本来打算留着最后用来对付隐藏暴 这是什么声音 他手里的笛子难道是什么特殊的道具 伴随着笛声传出 只见远处的一群凶兽群正在急速靠近 紧接着凶兽群便与副本的怪物大军发生交战 这可是会长给我的史诗级道具 兽王的补敌 这种级别的怪物在凶兽群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能召唤副本内的虾兵卸脚 话音未落 只见一盘蓝色的火焰朝着凶兽群们袭去 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了吧 海骨魔龙 绝对远处的boss都可以驱使 此时的坏女人被吓得瘫坐在地 周勤你别狂妄 你要是敢杀掉我你也别想 哦是吗 那你倒是说来听听 这次的副本攻略是受血族工会会长斯托克大人指使的 他的目的是为了攻略这次副本的隐藏boss 获得里面的极品装备 斯托克大人可是40级的鲜血领主就问你怕不怕 这就是你最后的遗言吗 那你可以安心上路了 紧接着魔王命令海骨魔龙送坏女人去领盒饭 随即只见海骨魔龙一头发二 直接将坏女人烧成灰烬 系统提示 击杀玩家获得5000点经验值 等级提升至十几 解决完坏女人后 大帝突然开始颤 警告 警告 现即玩家数量达到条件 隐藏副本已经开启 只见眼前出现了一道传送门 这就是隐藏副本的通道吗 按那个坏女人说的话 里面藏着十分稀有的装备 这时系统界面提示里面极度危险 能有什么危险 在这里我才是最危险的存在 里面的神装我来了 说起装备 我现在才注意到自己的这身装备也太若基了 进去之前还是先更新一下装备吧 话说他们玩家击杀魔物后都会收刮掉落的装备 那么这次该轮到我来收割这些玩家的装备 小的们给我把它们八个干净 很好系统还自带幻化功能 等我攻略这个副本回到人类世界 也不会因为装备太着急从而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至于剩下的那些装备就将它放入系统的储物箱 一切准备就绪该探索隐藏副本了 进入传送通道后 魔王来到了一座庞大的古堡大门前 奇怪这个古堡好眼熟啊 我之前是不是来过呀 当初整个领地被神秘力量变成了玩家副本 最后遭受到了人类的讨伐 或许这里曾经是我世界的一部分 如今这里不属于我的绑定副本 怪物召唤技能也就无法在这里使用了 然而就在这时 眼前两个巨人石像突然动了 石像守卫种族傀儡 等级40级 不愧是隐藏副本 就连普通的守卫都达到了这么高的等级 谁知这时石像守卫居然向我行跪拜制 紧接着大门缓缓打开 什么情况 这是迎接我的到来还是里面藏着陷阱 算了管他那么多 我阿德萨来什么时候怕火 当物之急事先攻略这个隐藏副本 得到里面的稀有装备 突然这时头顶跳出几只石屎鬼 魔王健壮急速躲开了对方的攻击 恐惧吧人类 你将成为我们的食物 居然都是些不死足的怪物 这是给老子送福利吗 我可是不死足的克星 被动技能发动 面对不死足怪物攻击力提高百分百伤害 只见魔王一击天外飞仙刀 轻轻松松斩杀掉眼前的几只怪物 紧接着对剩下的蜘蛛怪发动雷霆咒击 直接将对方劈成了渣渣 不一会魔王就轻轻松松地解决了所有怪物 美滋滋没想到这里都是些低级的不死足 好久没杀得这么痛快了 一下子得到这么多征服点正好再学几个技能 搞定 这下肯定万无一失了 里面的那个房间应该就是Boss房间了 也不知道这个Boss的强度如何 随即魔王推开大门走了进去 这里居然还有个法阵 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这个地方 系统通知 玩家献出自己的鲜血即可唤醒Boss进行挑战 这次意外地开启了隐藏副本 里面的Boss居然是我亲手封印的吸血鬼 然而对方却是个超级病娇妹 魔王划破手掌 将自己的血液滴入法阵中 真不想唤醒这个麻烦的家伙 不过眼下确实需要一个强大的帮手 紧接着法阵启动 只见一个吸血鬼妹子缓缓现身 血色妖姬 种族血足 等级四十级 肮脏的人类 你竟敢用你那肮脏的血液打破那位大人射制的封印 距离我和他的约定明明只差一年 你居然提前破开了我的封印 那就用你的生命来偿还吧 随即魔王一击火球术朝着妖姬射去 先试试我和四十级魔物的差距吧 愚蠢的人类仅凭这种弱不经踪的攻击还妄图伤斗 下一秒妖姬一个瞬意来到了魔王的身后 只见对方一击血影找袭来 就直接将魔王打飞树米越 我猜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紧接着妖姬蓄力一找打向魔王 直接连人带刀将魔王打成重伤 封印了这么多年 好久没有吸取鲜血了 随即直接朝着魔王的脖子咬去 没过一会只见妖姬突然一惊 怎么可能你居然是 血族吸食血液的同时也会补取到对方的记忆 看来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只见妖姬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乖巧的说道 阿德萨来大人真的是你吗 原来您是来释放我的呀 果然还是像以前那样烦人啊 这个超级病娇媚 两百年前这个家伙就一直跟踪和缠着我 碍于我与血族大族长的友好关系 我又不方便直接送他去领盒饭 于是我只能和他打个赌 只要让我封印他一百年 等时间一到我就解开封印直接迎娶他 所以之前为什么我感觉这里那么熟悉 那时守卫没有直接攻击我 那是因为这里都是我创造出来的 当然我本就打算一直封印这个病浇你 要不是现在迫不得已我才不会招惹这个家伙 好了不要贴我太近 你吸取了我的血液 想必也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了 可恶的人类竟然用如此卑劣的手段击杀你 就让我替您收拾这些肮脏的人类吧 那你也知道我对你的态度了 当时的约定本就是我骗你 所以你对此有什么意见吗 只见这时妖姬非常失落地说道 我当然也都知道了 但也不妨碍我喜欢你 阿德萨来大人 我擦这个家伙真的变态啊 系统通知 检测到宿主受到血族毒液的感染 成功解锁血族半分之 我擦忘记人类被血族咬后也会变成吸血鬼 虽然没有魔族的身躯强大 但这总比之前人类的身躯强 自动解锁被动技能 吸血鬼强化 力量和敏捷加5% 自我回复速度提升5% 我不仅攻略了隐藏副本 还获得了史诗级的装备血色套装 现在即将踏入人类的世界 开启我的复仇之路 阿德萨来大人您放心 后面我会帮你收拾那些混蛋的 虽然这个病教您很烦人 但的确是一个强大可靠的伙伴 对了你这里有没有什么顶级装备 妖姬思考片刻后说道 装备这里好像没有 对了 有那个东西 我现在就去拿起您稍等一下 只见他拿来一件衣服 这是我准备的嫁妆 本来打算苏醒后给你的 据说是吸血鬼十足打造出来的 魔王看着眼前的衣服心想 这件衣服该不会就是那件神装吧 血色套装 该装备可击杀玩家提升等级 被动技能血影无形 玩家一秒内处于无敌状态 且不可被标记 我猜这真是捡到宝了 这时只见妖姬尴尬的说道 这件衣服没什么特殊的 它就只是一件普通的衣服 魔王听后心想 原来只有玩家才能看到 装备的属性和能力 随即魔王点击系统界面 替换掉当前装备 不愧是史诗级的装备 果然和之前的那些装备 不是同意的档次 这次不仅得到了顶级装备 还多了一个四十级的强力手下 看来是时候从副本里出去 到人类的世界逛一逛 紧接着魔王准备带着妖姬走出了古堡 虽然这次收获颇好 但还是得好好地计划一番 毕竟自己对人类的世界并不是很了解 如今的我实力实在太低 还是先隐藏好身份和能力 至于十年前击杀我的那些玩家 想必现在他们也变强了 然而就在妖姬正要走出大门时 居然触发了法阵遭到电击 我去 我居然忘记了这档子事 当初为了避免他逃出这里 特地将整个古堡外附加了结界 但是解开结界的钥匙是我曾经的武器 不知道现在他在哪里 应该是被击杀我的玩家拿走了吧 抱歉了 这结界目前我解不开 等将来有机会了再放你出来吧 然而这时的妖姬又开启了舔狗模式 阿德萨来大人 您的背影真是充满了邪恶 让我想路飞飞 奴家只能在这里等你回来了 算了 放他出来的是得好好考虑一下 随即魔王走出了隐藏副本 只见外面的副本魔物正毕恭毕敬的臣服于自己 看到这副场景真是让人怀恋了 之前我一直有个问题 他们都说我的职业是名战士 难道我也拥有玩家职业吗 找到的这就是属于战士的专属技能 先把10级内的技能解锁一下吧 这样我就可以使用战士的技能 从而隐藏自己的真实能力 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先将衣服换化回来 玩家的世界 我大魔王回来复仇了 与此同时人类世界的副本传送门入口 此时正有一群玩家在等待着什么 居然还有报社记者和现场直播的人 这种新手副本居然有等级限制 没想到那件装备居然在这个副本里 嘘 安静传送门有变化了 似乎有人从里面出来了 这时只见魔王从里面缓缓走出 紧接着身后的传送门便直接关闭消失不见了 必须模拟出攻略这里的假象 好在我可以随意控制我绑定的副本 就在这时大批记者来到魔王的面前 真是大新闻啊 买谷之地的副本仅只有一名玩家生还 爆出了什么好装备了吗 卖给我吧同手无期 素材我也收 这个玩家是谁 我们的人呢 臭小子 你先别走 其他人到哪去了 里面的那件装备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别提了 真是悲剧啊 本来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击杀了宝 结果猎人队长不知道受了谁的指示 突然开始屠杀其他玩家 随即两边发生了大战 最后大家都同归于尽 而我实力太弱躲了起来才幸免一难 少在这逼逼赖赖 我再问你一遍 那件装备是不是在你手上 什么装备啊 你好像队里面很了解的样子 难不成只是队长屠杀其他玩家的人就是你们 真是敬酒不吃吃法酒 给老子死去 就在拳头即将打到魔王脸上时 远处的一个声音传来 罗承给我助手 只见一个金发少年走来说道 失礼了 我是鲜血领域的会长斯托克 我手下的无理行为 代表他向你道歉 随即众人便转身离去了 这时罗承说道 这小子肯定有问题 我们就这么放过他吗 这世界是讲究规则的 更何况这么多人看见 关键是协会的GN也在 现在不是动手的好机会 不过那家伙肯定不简单 我们先好好调查一下他的底细 还有 要动手的话就确保万无一失 不要留下任何把柄给别人 看来那个少年就是幕后的boss吗 表面上笑嘻嘻 背后肯定会找机会找我麻烦 到时候就直接解决掉他们 周琴先生 我是玩家协会的GN老张 您刚从副本出来 请配合我进行一下等级测试 我们需要重新登记你的信息 魔王听后心想 这个检测该不会检查出 我的boss身份吧 还有这家伙居然有45级 比刚才的那几个家伙都强 人类世界真是不简单啊 只有10级吗 虽然连升5级 你能从买骨之地 这个副本独自存活下来 确实有些不可思议啊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 我不仅活下来了 还把里面的人都给杆了 您可真会开玩笑啊 如果这是真的 你会把我怎么样 我们GM协会主要负运营和管理 至于副本内的事情 我们是不追究的 更何况你一个人 怎么可能屠杀那么多玩家 好了 周晴先生您的资料已经更新了 这是你的玩家ID 今后你可以通过他去协会 参加副本的讨伐任务 看来副本之内是属于法外之地 这样正合我意 接下来该去完成 这具身体主人的遗愿了 根据之前的记忆 他还有个妹妹叫周晓晓 也是他唯一的亲人 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一气 两人从小相依为命 我这个人是恩怨分明的 即使我占据了你的身体 从今以后 你的妹妹就让我来替你守护吧 到了就是这里 快放开我 我哥已经回来了 他已经觉醒成玩家了 我哥会还你们钱的 也就是个五级的小战士 吹什么牛啊 我还是个十五级的格斗家 就算他从副本里活着回来 也还不起这利滚利的利息 再说了就凭他一个五级的小战士 怎么可能从副本里活着出来 你家就剩这个房子了 所以赶快滚出去吧 就用这房子来抵战 人还真是不少啊 哥你终于回来了 看你这小子觉醒成玩家 我就不做你了 赶快带着你妹滚吧 你小子在这数什么呀 我是在数我这次能得到多少 一个大魔王来到了人类的世界后 还多了一个可爱的罗利妹 居然直接化身为护妹狂魔 不一会几个小嘎嘎就被魔王打成傻子 周勤大哥有话好好说 您老就当我们是个屁给放了吧 小小这些人嘎不嘎呀 哥嘎人不太好吧 你就放过他们吧 谢谢小小大小姐 以后你就是我们的祖宗 呸 我才没有那么老 以后给我好好做人 别再到处欺负人了 你们这里有黑市吗 有啊 周大哥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吗 只见魔王将系统里的装备都倒了出来 这些东西是我这次副本的装备和素材 你给我拿到黑市上去处理一下 这是你一次讨伐得来的吗 难道你 别问太多会死的 这小子也太吓人了不好惹呀 放心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卖掉的钱还可以用来还债 周勤大哥你说笑了 这些装备还债绰绰有余 后续我会把多出来的钱给你 以后还有这种好事记得找我 我只收取5%的辛苦费 当然可以 不过切记不能说是从我这里拿的或懂了 当然您可是我的财神爷咱们合作愉快 那我们先不打扰你们了 这时妹妹突然用她的小拳拳捶我大嘴 紧接着一脸担心的说道 哥你怎么才回来啊我都快担心死了 对不起了 哥回来晚了 以后放心只要有哥在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时间来到晚上 看着熟睡的妹妹魔王感慨道 时隔这么多年还能再次感受到亲人的温暖 也不知道我阿德萨来的亲人们还有没有幸存者 时间差不多了 只见魔王患上血影无形 该去实施我的计划了 随即魔王来到了一个广场 如果那个方案可行的话 那么我又可以疯狂的收割一波韭菜了 发动技能传送门召唤 这个技能可以开启自己绑定的副本入口 副本对于玩家来说就是稀缺的资源 这样就能源源不断的吸引玩家挑战 等他们进入副本后 我就可以召唤魔物击杀他们 这样就相当于我可以挂机获取经验升级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要怪就怪你们人类太贪婪了 并且我还设置了复活机制 这样你们就可以多让我收割几次 如果最后你们还是死亡了就怨不得我 弄完一切后 副本协会的人马上就赶来了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我该回去给小小做早餐了 时间来到早上 小小快过来吃饭吧 我擦 哥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你是想毒死你可爱的妹妹吗 你没成为玩家之前可是很会做饭的呀 现在就更换了一个人似的 这时小混混跑来说道 周晴大哥事情我都办好了 钱都打在这张卡上了 密码是周哥最帅里面有两百万 哥这下咱们可发财了 看小小的表情这钱应该很多 对了还有件事情要你办 我准备去讨伐新的副本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好好照顾下小小 没问题家里的事就交给我吧 做保姆这是我最在行 家里是安排妥安后 是时候该去收割征服点了 顺便看看是哪群倒霉孩子 好家伙魔王刚进第一个副本就又被偷袭 鲜血领域的人真是大聪明啊 完了魔王这次不会又要被BBQ了吧 东区协会玩家大厅 只见魔王此时正郁闷地坐在大厅里 千算万算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那就是我等级太低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带我进副本 尼玛这群混蛋宁愿带妹都不鸟我 不过庆幸的是我设置的副本 已经有人组队去讨伐了 祝愿他们早日团灭吧 这是一个声音传来 这位玩家你要不要加入我们队伍 我们这里正好缺一个人 魔王健壮感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太感谢你们了 终于有人愿意阻我了 然而楼上的斯托克此时问到罗城 事情都安排好了吧 安排好了 我们的人都已经混入队伍里了 到时找机会直接打了这小 然后收刮一下他的背包 就知道装备再没在他手上了 而且买骨之地的副本又刷新了 还降低了难度 每个玩家都有一次复活的机会 所以就算这家伙没得到那件装备 这次我们的人也能攻略买骨之地 坐在车上的魔王此时心想 这个队伍里有个实力非常厉害的玩家 看来又有一场大戏要上演了 随即几人来到了副本路口 愚人弯副本 又无目标是击杀副本棒 没想到居然是这个地方 这下就明白他来这里的目的 一定是为了副本里的那件东西 大家小心 怪物们随时都会袭击我们 法师和奶妈站在中间 前排战士保护好他们 战士哥哥待会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呀 我还是一个新人 魔王听后心想 没打掉你就不错了 还保护你真是个憨憨 就在这时几只潮汐怪 突然一跃朝着奶妈袭来 然而此时魔王心里 只想着猎杀怪物赚取征服的 丝毫没有理会奶妈和法师 月时把神一火球术送走对方 只见魔王直接冲向潮汐怪 一招霸王怒吼眩晕对方 紧接着正准备一击斩杀两只潮汐怪事 突然身后 真对不起啊 技能没控制好你没受伤吧 没事问题不大 下次注意就好了 尼玛这法师刚才的攻击 明明是朝着我释放的 该不会是斯托克派来暗杀我的吧 不过比起另一个人 那个凯甲武是果然强的离谱 虽然我知道他来这里的目的 希望那家伙不适合斯托克一伙 以防万一 还是先把没解锁的几个技能都解锁了 接下来众人配合着奶妈的回血 一路嘎嘎乱杀来到了Boss的领地 然而就在这时身后 法师和其他几人相互对视一眼 趁现在大家都 随机魔王就被一击缠绕树封住了双腿 紧接着光头大汉一鼠子劈向魔王 另一个骑士顺移到魔王面前 直接一击将魔王打飞出去 你们都疯了吗 为什么要攻击自己人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 就给我闭 人类世界套路深 本魔王想要回农村 可恶啊 一不小心又着了坏女人的脑 又是偷袭 你们人类玩家就不能整点别的吗 突然就在这时 海面上出现了巨型巡逻 只见一只巨大的黑色鲜鱼一跃而出 深海巨年等级20级 随机鲜鱼看向魔王那边 下一秒只见鲜鱼张开大嘴 直接一口吞掉了魔王 我猜就这样解决了吗 这样也好 倒是省下了我们不少事 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两个了 然而就在这时 那只大鲜鱼的身体 突然传出巨大的火焰 什么情况 难道那小子还活着 这招借刀杀人的想法真不错 总算有点新花样了 可惜你们用错了对象了 是不是有些小瞧我了 接下来该轮到我来收拾你们了 与此同时鲜血领域的会长一行人 正在办公室里悠哉地喝着茶 这次你们派去的人靠谱吗 放心好了 他的能力连我都要忌惮三分 我总感觉那个叫周晴的玩家不简单 他身上透露着一股奇怪的气息 一个普通的垃圾战士而已 能掀起什么风啊 回到副本这边 这家伙刚才释放的是魔法技能了 可他的职业不是战士吗 可笑 就凭你们几个也想干掉我 随即光头大汉持斧子冲向魔王 然而魔王 尽数摄像法师 一群小喳喳 就当光头大汉靠近自己时 只见魔王一击雷电术 直接攻破对方一只手臂 下一秒大汉的斧头突然袭来 我擦 这光头居然没有被我麻痹 真是个狠人啊 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继续战斗 不过你依旧是个 给我乖乖地去领盒饭吧 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 还有一个骑士从一开始就不见了 应该是用了隐身技能类的 然而下一秒魔王直接踩手 一击雷变速击中对方 可惜了 你的声音和气息隐藏的还不够好 谁知对方受到重创后 突然拼死抱住魔王 我擦 是刚才的那个法师 这些家伙难道都是赶死对吗 居然还要自爆自己 巨大的能量爆炸 等到烟雾消散过后 这群家伙真是疯了 幸亏我还留了一手 不然我这无敌大魔王就真的在在这里 多亏了这鞋影套装的一秒无敌技能 战士哥哥你受伤了 让我来为你治疗一下吧 这群人真恐怖啊 简直就跟炸雕楼的赶死队一样 我擦 什么情况 身体突然变得这么僵硬 完蛋了这下巴比特了 身体突然不听自己的控制 难道是这个坏女人 她居然对我释放了精神控制类的技能 只见坏女人自导自演地说道 战士哥哥你可不要因为打了太多人 而内心愧疚想要自吻 我本以为那三个人可以解决掉你 加上那个武士作为目击者 而我就一直以一个无辜者的身份全身而退 没想到你最后居然反杀了他们 还真是让人意外啊 最后就让你尝尝自吻的感觉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魔王突然大喊道 岸上的那位 你还要看戏到什么时候 我知道你来这里的墓 无非就是想要里面的那把武器 如果没有我的指引你休想拿到它 突然下一秒 只见武士一匹白刀斩 直接送走了坏女人 幸好你这家伙不是和他一伙的 你知道那件装备在哪里 我可不想和不以真面目视人的家伙说话 如果我没猜错 你这身盔甲是用来压制自己的等级 才能进入副本吧 没错 这是我偶尔得到的史诗级装备 你又是怎么知道它的效果 随即只见对方脱下盔甲 没想到真实身份居然是个漂亮妹子 功本英子 等级八十级 职业健好 你刚才的话最好是真的 不然你的下场会比他们还要载 你要是不信就直接赶了我 反正没我的指引就凭你绝对找不到那件装备 功本英子思考骗课后收起武器 那你倒是说说看 我要寻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剑之极异 双生携刃海德杰基尔 魔王此时暗自心想 这玩意可是我当年游历之时藏在这里 所以也就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哪里 太好了 你居然真的知道它 话说这件武器应该很贵重吧 这得要多少钱啊 这件武器是我职业觉醒的关键之物 如果你能帮我得到它 条件你随便开 什么意思 职业觉醒又是什么 你居然连这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玩家每到二十级就会接到系统发布的转职任务 可以将职业再次进行转职或者进阶 而所谓的觉醒职业 就是玩家到达了八十级后再一次进阶自己的职业 不过觉醒条件极为苛刻 也是所有玩家梦寐以求的境界 而如今觉醒这个境界的玩家一共有七个 他们被称为七大英雄 也是玩家里最顶级的存在 而如今我距离觉醒只差最后一步 魔王听后心想 估计弹掉我的四个人也在这七人之中 那你跟我来吧 那件武器就在这里 只见魔王直接跳入海里 警戒着两人来到一个堆满金山钻石的密度 随即魔王上前寻找了一番 没想这么多年 居然一点变化都没有 给你 这就是双生鞋刃了 他就被包裹在这块黑布里 随即小妮子准备掀开黑布 只见一把后人拉起了 现在眼前 我好像又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 忽然这时大地开始震动 这个看大门的果然也在这 没想到他还活着 关键时刻魔王再次提升等级 果然主角都是打不死的小强 只见一只巨型潮吸怪缓缓走来 鱼人国王 等级四十级 我擦 这家伙的等级居然这么高吗 看来我是收拾不了 大佬该你上场了 剑小妮子没有反应 这时魔王突然想起 双生鞋刃会让人进入幻境 要想驾驭这把剑 必须自己冲破幻境得到他的任务 看来这家伙暂时指望不上了 虽然他与我非亲非故 但我也可以借此机会让这小妮子欠我更多人情 方便我日后抱他的大党 只能先争取时间等他冲破幻境 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扛得住 只见魔王持刀一击 向潮吸怪 居然连对方的防御都没有破坏 接下来又发动技能锁闻勾掌 然而对方只是词刀一挥就将技能挡下 随即潮吸怪持刀抵上魔王 紧接着又是一拳打向腾空的魔王 可恶啊 等级相差太大了 比我现在的能力完全刚不过他呀 只能避拖在这最强的一击了 这时潮吸怪也发动了技能 一击水柱朝着魔王分射而来 而魔王此时抬手去力 还比你力气去 紧接着对面发生巨大的爆炸声 这下应该可以送走这个家伙了吧 然而下一秒 魔王直接被一击水柱射中 受到重创的魔王倒在地上 完了巴比Q了 我大意了 没有傻 与此同时埋谷之地这边 只见一个扫把头此时说道 Boss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 兄弟们胜利就在眼前的给我冲啊 见大家干净十足扫把头心里暗想 过会将你们全部都打了 献祭召唤隐藏副本 然而下一秒 一团紫色的火焰 直接将这些人烧成灰烬 画面来到魔王这边 只见潮吸怪的大刀 即将劈中魔王时 系统通知 击杀玩家获得800经验 击杀玩家获得800经验 突然魔王的状态直接回满 紧接着起身 扛下了潮吸怪的这一击 系统提示 玩家等级提升至15级 真是美滋滋啊 这波经验送的太关键了 那么现在开始我们的第二回合 一位实力顶尖的极品游物 这样的大腿本魔王怎么能放的 只见满状态的潮王一跃而起 紧接着就是持刀劈中潮吸怪 可恶啊 这家伙的血量和防御太厚了 忽然下一秒 对方居然进入了跑道状态 系统提示 Boss所有属性将提高两倍 尼玛 这还怎么玩啊 随即对方蓄力一击 朝着魔王袭来 然而就在这时 弓本英子一个拔刀斩之 我留了他一口气 你去补这最后一刀吧 这家伙居然撑了这么久 他明明可以直接离开没必要战斗了 难道是为了保护我吗 那我就不客气了 看来这次幸运女神又向我伸出援手了 紧接着魔王一击送走了潮吸怪 系统提示 击杀潮吸怪国王 获得1000征服点 达成解锁魔王挑战 成功解锁魔王挑战任务初级 获得史诗素材潮吸国王的逆铃 只见上面显示 转送至挑战房完成挑战任务 将会获得特殊奖励 算了 先不着急等从这里出去了再说 小妮子 你怎么老是盯着我呀 然而对方慌张地说道 你看错了 我可没有盯着你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帮我觉醒职业 这时魔王看向身后的金银珠宝 美滋滋这下发大惨了 接下来两人来到了传送出口 突然这时小妮子丢出一枚徽章给魔王 这是我们公等家的特殊徽章 日后有需要可以直接来找我 只要有这个东西没有人敢来你 出去后记得不要说出我的身份 随即两人便被传送至人类世界 怎么可能 他居然活着出来了 我记得你 你是那个家伙的手下吧 替我传个话过去 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什么情况 我的身体居然在发抖 我居然在恐惧他 即使我面对斯托克大人 也都没有这种感觉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 画面来到斯托克这边 大人 您就放过我吧 那个副本实在太变态 仅凭我们根本无法攻略成功 这时罗承说道 虽然买谷之地的副本失败 但是周晴那边一定已经成功了 这样的电话响起 斯托克大人周晴还活着 计划已经失败了 说什么 他居然活着出来了 还有就是我的被动心眼 感知到对方非常危险 奉劝你一句 还是不要去招惹这个家伙 我这边打算辞职了 只见斯托克这边听后愣了一秒 紧接着就是暴怒将手机免费了 随后冷眼看着眼前的小嘎嘎 直接一击将其送去领了盒饭 我记得那个家伙的资料 是不是还有个亲妹妹啊 是的没错 给我抓过来 我要活 这群小嘎嘎居然绑架了魔王的妹妹 完了BBQ了 这下怕是要直接领盒饭了 此时魔王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斯托克这家伙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看来是时候反击了 也不知道小小在家里有没有想我 可就当魔王走到家门口时 没想到自己的房子 居然变成了一座废墟 此时小混混正被几个玩家围着 周晴大哥 你终于回来了 原来这家伙就是周晴了 只见魔王杀气冷冷地说出了三个字 小小了 小小被他们带走了 都怪我太弱了没能保护好 正好我们老大找了 要想你妹妹活命的人 现在就跟我们走吧 带路不需要那么多人 下一秒 魔王几个瞬移就将其余的几个小嘎嘎品 够不快 带路一个人就够了 给我乖乖在这待着不然送你领盒饭 这不是你的错 小小我会带回来的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仗义的 有时他真扛啊 这人可以处 我这边还有件事要你帮我一下 紧接着魔王来到了一处施工地 直接将带路的绿毛踢飞过去 只见魔王犹如杀神一般缓缓走 你们都是斯托克的手下吧 我妹妹在哪 你就是周情是吧 我们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 赶快交出来吧 你们触碰了我的底线 我从不和威胁我的人坛条件 是吗 看样子你是想和我们硬刚一下 正好这里没有协会的人坚 即使把你和你妹妹都打了也没人追究 那可真是便宜我了 我可以肆无忌惮地收割经验了 紧接着小嘎嘎们一拥而上 然而魔王直接一巴掌按走了 紧接着一击火球树射去 最后一击天外飞仙刀法 也打掉了剩下的人 居然还漏掉了一个小喳喳 求求你放过我这条拱命吧 动我可以 居然动我妹妹 那就不行 紧接着一击刺向小嘎嘎的身上 此时楼上的斯托克一行员 正看着刚刚发生的一幕 还好 先用这些菜鸟试探了一下他的实力 这家伙果然不简单啊 究竟是什么职业 刚刚他好像释放了法师的妓女 无所谓了 以他目前的实力也就只能和你过上几招 更何况还有他妹妹这个底牌 等我 小小 我马上就把小小还给我 真是可笑 你以为解决了几个炸鱼 就有资格跟我们谈条件了吗 随即化身为兽人的罗成一跃而下 你能活到今天的原因 是因为你手上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消出来吧 不然你们两个今天都得领合饭 罗成 等级25级 职业 兽战士已转职 少废话 要战变战 放心你们的命 我今天收定了 真是狂妄至极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 随即罗成蓄力冲向魔王 一击狼爪朝着魔王袭去 发动技能同强的技艺 居然被他防住了 就只有这种水平吗 看样子我没必要使用武器了 紧接着魔王蓄力一击打向对方 只见罗成发动技能魔法防御 该技能可增加自己的魔法抗性 减少法术伤害 一个低级的战士 居然试图靠速度和力量来压制我吗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接下来两方的拳头相互碰撞 几个彼此靠的蠢力删起 然而下一秒 魔王居然一拳打中罗成 可恶 他这藐视的眼神是怎么回事的 混蛋竟敢小看我 可惜最终还是被魔王一拳击退数名远 怎么可能 我说话的力量可是高达350 居然还抵不过眼前的这个垃圾 随即罗成蓄力使出自己的大招 原始之力 该技能可大幅度提高自己的力量和素质 同时还获得霸体的能力 去死吧小喳喳 接下来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 只见罗成顺移到魔王背后 可谁知魔王这是一只手抓住对方的嘴巴 紧接着开启吸血鬼强化技能蓄力一拉 直接将兽化的罗成送去领了盒饭 随即魔王冷眼看向斯托克道 接下来该轮到你了 关键时刻攻本因子赶到 成功解救出自己的妹妹 斯托克和魔王的攻击阶子即将开始 你的实力还不错 所以我决定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交出隐藏副本的装备 我不仅放过你妹妹 还会让你取代罗成的位置 你觉得如何 我如果不答应你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吧 我一直觉得当人拥有了过多牵挂之时 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 这具傀儡是我大哥给我的一件史诗级道具 它十分特殊 必须依靠生命消耗才能驱使它 刚好它现在的能量耗尽了 随即斯托克直接将小小扔了进去 魔王看着这一幕暴怒 获得新能源的傀儡状态暴涨 只见他快速地朝着魔王袭去 我很好奇是你先领合饭 还是你妹妹的生命先耗尽呢 小小还在里面 我又不能直接使用高强度的法术攻击傀儡 仅凭近战无法立刻击败成交 紧接着魔王一击砍中对方的头部 然而对方只是愣了一下 随即反手一击划破魔王的身体 就是这种表情 只能被我玩弄于鼓掌之中的样子 真是太好玩了 所以现在的团体再不决定好了 你的妹妹就真的要BBQ了 然而就在傀儡即将击中魔王时 突然对方居然直接炸开了 接下来魔王抱住昏睡的小小 不可能 他是如何做到的 不对 攻击是从那里发出来了 只见龚本英子和马仔缓缓走来 居然是他 那个龚本家的觉醒者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放心好了 我的斩机避开了你的妹妹 那么接下来要我帮你斩杀这个家伙吗 斯托克听后被吓得冷汗直流 好了 剩下的事情我来解决 帮我照顾好妹妹 这家伙的脑袋是我的 你放心 你妹妹我一定会保护好的 解决完后来龚本家找我 真是个自大的家伙 你刚才可是放走了你唯一活命 打不过咱就跑 没什么丢人的 等大魔王能屈能伸 我还会回来的 紧接着两边进入战斗状态 只见两人打得有来有陪刀光剑影 发动技能黑暗清晰 有意思 原来他的职业是血族 只见魔王居然被对方一击命中妖子 随即魔王后撤一击 走去击动对方 烟雾消散后 只见斯托克的一只手臂被重伤 果然 火焰系的技能对血族可以造成高额伤害 真是天真啊 你把我当成那些杂鱼了吗 小看我的代价可是会致命的 发动技能血影刻印 只见对方直接掐住魔王的脖子 用力一推将魔王撞向墙壁 你知道什么叫一斤秒杀吗 完蛋了 巴比Q了 根本挣脱不开 就在斯托克启动技能即将秒杀魔王时 魔王突然消失不见了 什么情况 我的血族刻印连隐藏的目标都能侦存 可他却一点气息都没有露出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这么强 还好我关键时刻开启了之前的挑战任务 看来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系统提示 挑战任务已经开启 这边魔王被传送至一个大殿中央 紧接着法阵中传送出一只魔物 挑战任务 击杀Boss堕落牛魔 只见对方吃斧子冲向魔王 随即魔王瞬移到牛魔的身后 持刀一批直接送走了对方 就只有这种实力吗 这任务是给我送福利的吗 然而就在这时 倒地的牛魔居然又慢慢站起来了 牛魔的伤口也在缓缓日服 我擦 这家伙居然又复活了 无论你起来多少次结局都是一样 紧接着又是一批秒杀牛魔 不一会对方还是接着复活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就这样魔王反反复复地 吃下了牛魔数次 这样下去没完没了 这挑战任务该不会是来坑我们了 这怪物根本赶不掉了 真的 挑战副本 那也就是说这里所有的区域都是副本 只见魔王一跃跳过牛魔跑向后 紧接着蓄力一拳击碎眼前的石门 找到你了 果然有东西一直在操控着牛魔 再次提升实力的魔王回到现实世界 召唤小弟暴打鲜血领域的老大 没想到对方最后居然想阻止自己 魔王找到操纵牛魔的本体后 直接蓄力一击嘎掉对方 系统提示 成功击杀副本boss 挑战任务完成 成功解锁新的权限 技能魔物召唤不再受副本限制 且冷却时间减少十秒 这么一说 我可以在副本以外的地方召唤他们 画面回到人类世界 只见斯托克还在思考魔王是怎么凭空消失时 这时魔王突然出现在他身后持刀劈去 紧接着斯托克持剑挡住这一击 你居然还有胆量回来送死 我是来送你去领盒饭的 真是可笑啊 想死那我就成全你 飞机斯托克冲向魔王 然而就在这时一击绿色的 跑着对方袭去 什么情况 这是他来的攻击 却见一只缝合怪站在远处 魔王见状蓄力一击袭去 斯托克见情况不对赶紧后车拉开距离 这个魔物是你召唤的吗 你难道是个召唤师 不可能 你居然同时拥有三种职业的技能 你究竟是什么怪物 你还是担心一下自己的安危吧 魔物法师试着 由朝着对方袭去 只见斯托克被这锅攻击 炸成重伤躺在地上 你妈 居然还有这么多召唤魔物 有本事跟我单挑啊 出来单挑啊 不好意思 我只想群偶你 随即魔王又召唤出一大波丧尸 朝着对方袭去 就这种等级的杂瘀 来多少我杀多少 是吗 那你试试这种等级的如何 只见魔王召唤出海骨魔龙 斯托克见状直冒冷汗 紧接着魔龙一口火焰 直接朝着对方射去 这谁顶得住啊 36G走围上侧先 下一秒 魔王瞬移一击 直接斩杀了斯托克 真是渣渣 居然在战斗中表露出恐惧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啊 等等 为什么没有击杀提示和奖励 就在这时 斯托克的尸体 居然冒出了一团血球 紧接着血球 急速地朝着魔王洗去 下一秒 直接包裹住魔王的身体 完了八秒 这家伙居然也会夺 小嘎嘎居然想夺射魔王的身体 最后反而成为 提升实力的工具人 真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真是一具完美的躯体啊 现在他归我了 只要摧毁你的灵魂 那么我就将会是 这具身体的主人 此时的斯托克 已经进入了魔王的灵魂世界 正当他为此高兴之时 魔王的灵魂随即出现 斯托克被这一幕下的 直接跪倒在地 阿德萨兰 这家伙居然是阿德萨兰 你刚刚是说 要出来受死吗 小人不敢 我刚刚只是口哀 以后你就是我大哥 我给你当牛做马 然而下一秒 魔王直接将斯托克的灵魂捏碎 就凭你 也配当我的狗 解决完斯托克后 魔王获得了五万经验值 等级也提升至十八级 突然这时 魔王的心脏发出剧烈疼痛 什么情况 这里突然好难受 系统通知 击杀血族玩家 血统开始进化 紧接着所有尸体的血液 都朝着魔王身体距离 拟解锁了新的技能 黑暗清洗 血暴树 血族刻印 鲜血狂潮 并且血族强化提升至五级 自我感知同时也提升 这就是更高一层次的血族血统了 真是美滋滋啊 不仅解锁了新技能和技能强化 就连血族套装也提升至十级了 同时也解锁了新技能控尸数 可操控一具尸体十分钟 并且读取对方的技 最后斯托克的史诗级血魔战刀也归我了 这把武器附带的技能 就是之前那家伙变成蝙蝠瞬移逃脱的效果 突然这时 魔王感知到有几人正快速靠近 看这速度应该是GM协会的人 紧接着协会的人赶到现场 府长 这些人都是血族工会的人 就连斯托克也在其中 等等 这家伙怎么也在 他可是狼魂部落的国城 快将这里的消息告诉总管 出了这事 看来又要闹得沸沸扬扬了 居然敢动狼魂部落人 那个家伙一定会出手的 他是八大觉醒者之一 狼魂部落的会长兽神马特 画面来到一座私人城堡 只见一个男子正拥抱着一个美女 没想到啊 斯托克就这么领盒饭了 这种垃圾居然还是我的表店 平时看他就碍眼了 没想到现在居然被人赶了 不过竟然有人敢动我的人 我倒是想和这家伙认识认识 你放心吧 自然会有人收拾他 这个人还杀了狼魂部落的成员 所以马特是不会放过他的 不过现在的论题是 你确定要拍卖这件装备吗 这破玩意我们研究了这么多年 最后还是无法使用 毕竟他只认那一个主人 所以对我一点用都没有 只见老头这边惋惜道 这么完美的一件武器 可惜无人能够驾驭他 画面来到魔王这边 这宫本的宅子还挺大的 相比我当年的宫殿也不逊色 这时大门缓缓打开 只见宫本的管家出来说道 您就是周晴先生吧 小姐恭候您多时了 我擦 一个管家都有五十级 而且职业还是直视 这家伙是个天生的打工人啊 听说是您帮助我们家小姐觉醒职业的 真是太感谢您了 自从我们家主被阿德萨来那狗贼击杀后 我们宫本家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觉醒者了 经历过那场人魔大战后 我们宫本家最后只剩下了五名玩家幸存了下来 魔王听后心想 你这老贼在这骂谁了 不过我记得当初人类玩家还有很多存活了下来 难不成我死后还出现了什么大战 你妈 这锅我可不背啊 跟你说了这么多事想告诉你 小姐是个苦命的人 我把她从小带到大 所以我绝不允许有人对她另有所图 我擦 这老头的杀气好强啊 不过我怎么有种见老丈人的感觉 放心我可不缠她的身子 这时小小和马仔跑过来 哥我好担心你啊 幸好你没事 好了好了 小小让你担心了 坏人都被我打跑了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 我和救你的姐姐有点事要谈 你先去院子里玩会 待会我再来找你 看来你很疼你妹妹 当然 要是有人敢欺负她 我就直接送她去见阎王 其实不错 说不定我们会很谈的来 随后只见两人独处在一个房间里 这气氛看着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这家伙的脸为什么突然变得羞涩 这时小女子开口说道 单独找你只是好奇 你是怎么解决掉一个四十级玩家的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我肯定有我自己的方法 不过被你干掉的那两个玩家 背后的视力十分强大 你日后可要十分小心了 说完后小女子心想 我是不是惹她生气了 要不换个话题吧 斯托克她是刘毅的表弟 她可是当年讨伐魔王的觉醒者之一 不过她为人比较冷血 应该不会特意找这件事的麻烦 但是另一个就不一样了 放心 我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他们不可能查到我头上来 但如果是狼魂部落的首领 就一定能够找到你 什么情况 魔王设置收割经验的副本 居然被别人攻略成功了 狼魂部落又是啥玩意 他们是七大工会之一 势力极其庞大 马特是他们的首领 也是当今觉醒者之一 他的职业是兽神 而且他拥有极其敏锐的嗅觉能力 能在事发地点 推算出一个月内发生的事 好在他们的总部在大陆另一边 所以一时半会也赶不到这里 真离谱啊 这不就是妥妥的笑天犬吗 突然这时管家进来说道 阿德萨莱的武器将要被拍卖了 消息真的准确吗 那把武器不是一直在留意的手上吗 消息准确无误 一个月后将在击杀阿德萨莱的 第十中年庆典上举行 尼玛 这些人真是狗啊 我都量了这么久了还不放入我 那件武器确实无人能够驾驭 估计只有阿德萨莱本人才能使用吗 魔王听后心想 你们肯定无法使用啊 我的武器早就和我的灵魂绑定了 这时小妮子见魔王在暗自偷笑 心想难道是自己说的话让她开心吗 你们看这不就是妥妥的舔狗二号吗 还有一个月 看来我得尽快完成第一阶段的职业准势 不管用什么手段 我要尽快拿回属于我的神器 画面来到深夜 只见一个小混混正在调戏一名少女 真不错 这个世界不管哪里都有人扎败类 一个25级的狂战士吗 应该经验会很多吧 就凭你也想打我 你小子还挺自信啊 然而下一秒 魔王直接一击拔刀斩将其送去领了盒饭 系统通知 击杀玩家获得3000经验值 距离20级还差一点 得抓紧时间寻找下一个目标 突然就在这时 一大波经验值送了过来 系统通知 玩家在本部提升至20级 可以进行职业转职 没想到啊 居然还有韭菜敢进入我设置的副本 算了目的已经达到了 早点回去陪小小吧 然而就在这时 系统再次传来提示 绑定的副本已被攻破 既能冷却时间7天 相关权限将会被封锁 想教你扒拉 我的副本怎么会被攻略成功 究竟是哪个混蛋坏我好 传说及转职副本开启 本魔王对这个职业势在必须 画面来到埋谷之地的副本 只见两个玩家正站在海谷魔龙的尸骨上 明明可以单刷副本 为什么还要带着我们啊 那当然是因为 我帅气的英姿需要有见证者啊 众人听后一脸无奈 只见一个长得酷似金幽元 和一夜之秋的男人说道 已经20级了吗 可以开始转职任务了 我们就叫它今夜吧 等级20级职业骑士 画面来到现实世界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 突然出现了新的副本传送的 然而下一条 副本路口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是H是吗 这是什么副本 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 附近几千米内都被异为平地 不会又开启一个 像阿德萨来深渊级的副本吧 报告 已经破解了该副本的资料了 是一个转职副本 区区一个转职副本 怎么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动作 因为这根本不是普通的转职副本 然而这一日 所有为完成转职的战士和骑士玩家 都收到了同样的系统提示 那就是传说级职业 死灵骑士转职副本开启 竟然是死灵骑士 年轻的时候 我在古典书籍中看到过这个职业 在我们魔人世界 这个职业已经绝境 没想到人类世界居然会出现 这个职业我要定了 GM协会的人动作这么快 我先过去看看情况 要是他们敢阻拦我转职 我就直接一路杀过去 当我折死 这时只见入口外的玩家们怒说道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我们每个人都有转职的权 你们当然可以进去 只不过得先要打败我 才有资格进入 来到人群中的魔王健壮心想 眼前的这群人 根本不是他对手 这家伙是个35级的圣武者 突然这时 一个上头的小嘎嘎持刀 直接冲了上去 然而下一秒 直接被对方一击送去领了盒饭 你们都可以尝试 谁是下一位啊 不如就让我来试一试吧 魔王正准备上去挑战圣武者时 这时身后传来了一个极其嚣张的声音 前面的那个垃圾 赶紧滚开 别挡老子的道 这个小嘎嘎叫山本田雄 等级24级职业式战士 只见魔王杀气暴涨 你再说一句是事 谁知这时的圣武者秒变哈巴狗说道 原来是一鹤重工会的人 快请进 不就是七大工会的人 协会的人真是一群狗东西 专门欺负我们这些普通玩家 魔王健壮心想 看来这协会的人 只是上层用来维护自己意义的工具罢 就凭你这种垃圾玩家 也配挑战传说及职业 真是痴心妄想 我不得不佩服你作死的勇气啊 紧接着魔王一拳过去 直接把作死田雄一击打飞 陈叔 他居然敢打我 给我废了他 年轻人 不要太嚣张了 这次你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那阁下的意思 是打算对我们工本家动手的 你就是工本家的那位管家 当年这家伙 带着那个小丫头 探索富门 结果遭到敌对势里埋 最后凭借一己之力 击杀了上百名玩家 我们走吧 给工本家一个面 临走前作死少爷 还不忘对魔王放好话 小姐见你迟迟没有归来 就料定你会来这里 所以叫我来协助你 辛苦的有劳你们费心了 不过 我还是决定用老办法进去 何必了少年 你我之间的差距这么大 你根本无法通过我的考验 少废话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那这可是你自诚 怨不得我 随即对方蓄力冲向魔王 结果魔王只是抬手一抓 就直接将对方的拳头 轻松抵挡住 我擦 这家伙的力气好大 我完全挣脱不开 紧接着魔王蓄力一拳打去 对方健壮赶紧发动技能圣光照 接下来魔王一顿输输打 对方毫无可知 就在圣武士的防护罩即将被击碎时 对方赶紧认输投降 那么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可以可以 您当然可以进去 GM协会的人 可真是一群跳梁小 魔王来到副本传送入口时 看着眼前的几人心想 这些低等级玩家 都是为转职的战士和骑士 至于他们旁边的高等级玩家 应该都是他们工会的大脑 这时只见一个人拍手夸赞道 你实力不错呀 二十级的战士 居然能轻松击败三十五级的玩家 没想到工本家又多了一位少年天才啊 魔王回头看去 没想到居然是他 看来他也拥有可以看透支夜和等级的 初次见面 我是死灵工会的会长李志宇 紧接着他对着惊艳说道 这家伙的实力很强 估计和你不相上下 感觉到一股熟悉的魔族气息 随即今夜走来说道 确实啊 抢了我不少风头 真是怪让我不爽的 这是魔王看向今夜背后的女人 是安吉尔 她居然还活着 谁知李志宇正式问道魔王 我跟你有什么过节吗 为什么你对我总是抱着强烈的敌意 刘叔见状赶紧解释道 还不是你身上那股死灵气息 无论是谁初次见面都会抱有警觉的 说的也是 刘叔的气色真是越来越好了 对了 听说工本奶奶终于觉醒了 工本叔叔要还在的话 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这时魔王故意问道李志宇 工本家主身为觉醒者 怎么会被魔王阿德萨莱给击杀掉 说来也惭愧 工本叔叔是为了掩护我们才牺牲的 当时阿德萨莱突然暴走 我们人类玩家差点全部遗落 最后工本叔叔独自去吸引魔王的注意力 为我们制造了可以击杀魔王的机会 可惜他最终伤势严重还是牺牲了 魔王听后心想 好家伙 你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看来这是果然另有隐情 紧接着李志宇介绍了一下经验 原来他也是死灵工会的成员 随即他便先离开了副本入口 临走前还客气到 有机会让我一定要去他们工会参观一下 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去的 到那时就是取你狗命之士 一个长得酷似金幽园和一夜之秋的男人 其嚣张的程度不亚于我们的魔王 两人都对传说集转职副本是在地的 最终又会是谁转职成功 让我们拭目以待 如今见到了自己的族人还活着 或许可以从他那里 得知我死后还发生了什么大战 看来得找机会把他从那个男人手里救出来 这时刘管家突然问道 你和李志宇有什么过节吗 要小心这个家伙 他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觉醒了 可以说是当今的天才纪玩家 这种人还是少得罪鬼妙 没有啊 我怎么可能得罪他呀 这才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转头魔王就暗自心想 我不会得罪他的 我只会直接送他领盒饭 这时一个男子走来到 麻烦诸位安静一下 无法进入副本的闲杂人等可以回去 此人正是协会会长张虎 等级六十级 转职职业拳王 随即留管家准备离开 临走前提醒道 这个副本肯定不简单 转职的机会只有一次 所以其他玩家肯定会不择手段 你一定要小心 放心好了 我心里有数 该小心的应该是他们才对 紧接着张虎说道 在进入副本之前 我有些事情要先交代一下 根据这个副本的情报显示 他是一个死灵骑士的转职副 这个职业属于一个传说及隐藏职 也只有骑士和战士才能进入 并且没有任何等级限制 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副本没有人数限制 几个小嘎嘎听后都露出惊恐的表情 随即纷纷表示不愿意进入副本了 魔王健壮问道 没有人数限制这有什么问题吗 副本的难度是根据挑战人数来划动 没有人数限制则代表挑战难度极高 至今为止只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那正是不朽魔王阿德萨来的副本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借意各位玩家组约一天进入 可谁知这是魔王问道 我现在可以直接进入副本了吗 张虎直接被惊讶道 当然可以 你是打算一个人进去吗 而魔王只是轻蔑地回应道 我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雷阻 随即便直接进入了副本 居然有比我还狂妄的人 真是活久见了 随即安吉尔也说道 这么做可真是鲁莽啊 不过组队也是非常愚蠢的选择 转职的机会只有一次 在传说及职业的诱惑下 人性的贪婪将会彻底地暴露出来 没错 所以周围所有的人都是敌人 攻略这个副本 我一人足以此树是我栽 此路是我开 哪部漫画的男主 不喜欢干杀人越货这种事 魔王进入传说及副本后 只见眼前的景象是一片岩浆地带 看来玩家传送的位置是随机的 不然这是系统传来提示 击杀Bus艳遇之主 开启回程传送门 此时魔王陷入了沉思中 根据刚才的提示 并没有关于转值的线索 算了 当务之急还是将安吉尔解救出来 至于那个较惊艳的小人 居然能让我感受到莫名的威胁感 说明他的实力肯定不简单 就在这时 一只巨大的熔岩如族突然窜出 紧接着朝着魔王噴射出火焰 然而魔王只是一击拔刀斩就轻松解决 可没过一回 对方的尸体居然直接爆炸了 好家伙 居然还会自爆 可这爆炸的伤害也太低了 还没我自愈得快 这副本的强度也一般了 话音未落 突然一大群岩浆火纷纷窜窜 我这是捅了蚂蚁窝了吗 不过这样才有意思 随即魔王持刀一击天外飞仙刀法过去 伴随着一声声爆炸闪场 一大群蠢虫全部纷纷领了盒饭 真是美滋滋 送了这么多征服点给我 可惜技能暂时都给封锁 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锁新的群心 就在这时 魔王听到远处的打斗手 只见一只岩石巨人正挥拳打向几个小喳喳 其中一名男子剑撞发动技能圣光使用 紧接着又是一击圣光进步将巨人困住 快 就趁现在攻击他 别给他喘气的机会 随机众人纷纷朝着巨人攻击 高出的魔王健壮呢 这个卡牌挺好用的 不愧是大公会的人 而就在这时 那个男人使用一击死亡冲击技能 直接将几个同伴和巨人一同射杀 混蛋 你想干什么 而男子只是嘲讽了回忆 明知故问 你以为我和你们合作是为了增加生存几率吗 真是可笑 我只是想减少竞争对手而已 真是无耻的家伙 等我出去不会放过你 那也得看你能不能活着出去 这时魔王缓缓走出道 年轻人 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当然 这可是副会长亲自为我打造的神志卡牌 等等 这家伙是谁 只见魔王直接一拳打向那名男子 一旁的白衣女人健壮心想 奇怪 这人是什么时候出现 随机魔王轻烈地看向男子 你真是太健忘了 天让我打你一拳才能记住吗 居然是你 真是太好了 想不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没办法 谁让你戴的这玩意我太想要了 所以只能杀人